这是个狠人,要挑战100个光头墙 光头墙军团来自奉献高校 在这次学校里,只有老大和大将可以留头发 狠人率先发起了冲锋 对方也赢了上来 狠人一个飞机,直接干倒一个 继续加速,又踹翻一个 狠人像一只老虎,闯入狼群之中 狠人叫袁智,是林兰的老大 对方人多,狠人要落入下风时 林兰的支援到了 一边是狠的布下GPS军团 一边是秦泽军团 他们汇集在一起 日本高校最大的热血战役即将打响 到底哪边能笑到最后呢 我们先从两所高校的恩怨讲起 林兰高校是不良少年的聚集地 原至带领自己的GPS 打败了秦泽军团 成了林兰高校的老大 这天,秦泽正在打牌 忽然一名男子闯了进来 男子被光头墙军团追杀 秦泽一看,天哪 男子竟然是林兰的前任老大西川哥 原来在两年前 西川哥带领林兰高校 大战凤仙高校 当时秦泽呢 还是高一的小弟 本来是误开的战斗 却因为凤仙老大太厉害 林兰这边要输了 西川哥为了胜利 掏出了刀子 一个冲锋 就让凤仙老大领了盒饭 就这样 西川哥入月 林兰和凤仙为了不再死伤 两边签订了停战协议 画面回来 西川哥今天刚出院 就被凤仙满街追 才跑到这里 秦泽很意气 毕竟以前跟人家混的 自己必须要管 凤仙带队的大金牙过来挑衅 这时 袁智正好路过 就过来问什么事 结果呢 凤仙的人不认识袁智 出言不逊 袁智直接揍了凤仙的两名大将 大金牙非常冷静 一问才知道 袁智是林兰的新老大 这下好了 挺战协议作废 凤仙和林兰正式开战 袁智知道闯了祸 但无所畏惧 秦泽告诉袁智 林兰的老大可没那么好当 而西川哥觉得脸上无光 谢国庆的后 脸灰溜溜走了 咱们对比一下两边的实力 凤仙高校的光头强军团 老大叫明海 手下四名大将士 第一个是封子林 第二个是大金牙 第三个是创可天 第四个是金毛 其中的封子林实力最强 只要他一出手 对方全是重伤 老大明海知道 停战协议作废 就安排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林兰高校这边 主要有两大实力 最强大的是袁智的GPS 手下有五元大将 穆赖 顺和中泰 和最近投靠的三长兄弟 第二是秦泽的秦泽军团 手下有三名虎将 石生 军师永次和柔道男同奔 但这两帮人互相不服 石生劝袁智和秦泽联手 对抗奉献高校 但没有效果 两位大哥舞动于衷 小弟却忙前忙后 顺四处拉人壮大GPS 他最想让高一的海老三组加入 但学弟根本不买账 很快 奉献的报复行动就开始了 柔道男在篮球场被袭击 柔道男打倒好几个光头墙 但不敌风子林 把柔道男打趴 全程不到20秒 接着他就开始用变态的招式 用膝盖来顶投 同天晚上 军师永次也遇到埋伏 就被金毛带人堵住 在电梯间被一通乱打 源之这边呢 木赖和钟泰在和三场中的地板 迎面就遇到一群光头墙 对方人太多 全部被打趴 只有木赖还在输出 老大敏凯亲自上阵 木赖被打晕 源之知道这些时候 非常恼火 看来必须有所行动了 顺为了他找金泽单挑 要是赢的话 两边就联手对付凤仙 金泽不愧是白兽之王 顺的所有攻击 他几乎都挡了下来 顺也很坚强 不断地攻击 才打伤了秦泽 秦泽生气了 笑了笑 释出凌空双脚飞踢 直接把顺踹翻 结束了战斗 源之认为 要想吃福更多人 必须击败林南最强男人林田慧 只有这样呢 才能团结起全校的人 但林田慧个头一米九 肌肉发达 源之挑战过十几次 根本打不过 而这次结果也一样 但源之之谷不服输的平静 旁边的秦泽也看在眼里 源之昏了过去 当他醒来时 已经是半夜了 这时 学校的体育馆着火 原来 火是那个叛徒放的 大家都恨得治咬牙 木赖 师生和忠泽 都要现在去奉仙报仇 但源之却出奇地冷静 告诉大家 别生气 体育场本来就已经很破烂了 没什么打不了的 师生不满源之的话 对源之大打出手 而源之却没有还手 源之性别知道 现在去奉仙 就是让兄弟们去送死 第二天 源之无人来向奉仙宣战 这才发现 明海之前偶遇过 给自己点过烟 源之给明海回点了一只 算是还了人情 两人相约 明天在奉仙高校开战 源之回到学校 用广播发表战前动员 希望各年级都能出点人 结果呢 最终人马只有40个 秦泽军团也没来 高一的海老三族带人来 说不想当炮灰 直接转身走人 奉仙那边 最少也有一百多个人一向 木赖等兄弟表示 走吧拼了 而源之却说 放弃吧 这一笔癌子就此解散 源之独自走了出去 众人就这么傻站着 还是顺着脚聪明 源之的性格 认出才怪 他是不想让大家 白白去送命 肯定一个人去迎战了 秦泽这边呢 也知道了这个事 暗自背负源之的勇气 决定去帮帮场子 源之扎起头发 这是大战前最重要的仪式 他一个人来到封仙 对面就是明海 带着一百多个光头墙小弟 而源之呢 面无巨色地表示 说完 源之率先发起了冲锋 明海大喊一声 对方也迎了上来 源之一个飞机 直接看到一个 继续加速 又摔翻一个 他像一只老虎 闯入了狼群之中 但对方毕竟人多 三四个人就抱住了源之 就在源之要落入下风时 凌兰的支援到了 一边是JPS 一边是秦泽军团 他们汇集在一起 走了过来 百人大战即将打响 秦泽努力下嘴 把指挥权交给了源之 源之转个身子 两边开始比气质 明海向源之提出了单挑的条件 必须中到天才才能单挑 要进攻教学楼 这无疑加大了难度 源之不送 答应了 源之大喊一声 双方开始冲锋 这才叫团战 不耍阴谋诡计 就是等正面 一堆光头墙包围了源之 师生赶紧去救场 他们是初中同学 这次又能并肩作战 军师被围攻 顺过去救援 这堆老源家 终于站在一条战线 木赖的喊着 来吧光头墙 我是熊二 来收拾你们 平时总挨揍的状态 今天占领一场强弹 20分钟后 操场的光头不够打了 清泽大喊一声 一定要不从源之上天台 林兰大军冲进了教学楼 教学楼大家都懂 不止高三的学生 高一高二的学生都有 而且有地理优势 光头墙大军的人畜瞬间倍增 行事对林兰不利 就在他们大战时 林兰前老大川西哥 找到隐居的全哥 全哥却打从今做人 川西哥呢 却要进入黑色柜十七组 为了立功 他要去刺杀龙骨组的老大 他是源之的老爸 川西哥在巷子里 一枪打中了源之爸 源之爸却没有死 住进了医院 川西哥又去刺杀 被全哥拦住 源之爸醒来 放走了他们 回到战场 教学楼第一层大厅 挤满了光头 源之和清泽带着大将们 一窝蜂冲了进来 小光头们不敌 源之他们上楼 窗口帖竟然带着一群人 想包抄后路 三上兄弟怒吼 让源之先上 他们断后 木赖冲得最凶 一个人插进教室里 却被二十多个光头堵在教室 明海正在吃包子 他让小弟推下 亲自接待木赖 木赖上回呢 被揍得心里堵着一口气 今天必须要打回来 起初呢 还跟明海打得有来有回 但明海啊 毕竟是两个大姐 综合势力明显比木赖强 木赖知道 就算打不赢明海 也能为源之消耗他一点体力 木赖简直就是小强 被打到后不断地爬起来 最后实在是没了力气 倒在明海的脚下 此时的第二层 已经乱成一锅粥 光头出几得多 仲泰从来没有打过这种大阵仗 兴奋的一个人就冲了上去 但他的实力堪忧 被光头墙门暴打 源之急得很大回来 军师勇刺表示 交给他了 让源之赶紧去楼顶 又叮嘱顺 一定要保护好源之 顺表示 就是死也会做到 这时金毛赶到 军师正好抱上次的电梯之仇 上去直接开走 源之继续上楼 第三层 师生一个人 就拖住十几个光头 他头上有伤 很快被光头围住 最后帽子也被摔走了 师生被打倒在地 没想到反而激起失声的斗志 起来后直接投赘 更猛了 第四层 清泽和顺护送源之 这里有大金牙镇守 顺留守对付 让源之和清泽赶紧上去 他要钉死大金牙 打起来才知道 大金牙实力并不怎么样 马上到楼顶了 遇到了风子林 清泽让源之上楼顶 他来对付风子林 风子林最大的心愿 就是击败百兽之王清泽 所以放源之过去了 风子林又是一套舌心拳 打得清泽无法还手 接着又是一招旋风角 直接把清泽踹下了楼梯 他嘲讽清泽 就是个纸老虎 而清泽也摸清了风子林的招式 清泽正面出击 一步步向风子林劈劲 风子林慌了 不断地垂打清泽 清泽躲躲不躲 清泽抓住风子林的手 告诉他 以后大家有个限度 清泽一拳 就把风子林打懵了 紧接着一招大傲的旋风腿 直接把风子林拿下 源之那边冲到了楼顶 敏海正等着他 源之一个助跑 上去就一拳 两人开始肉搏战 敏海用拳头打源之 源之用脚还击 敏海只能走近战路线 靠近源之就用头砸 敏海一拳打到源之 源之顺着一个扫堂腿 又把敏海踢倒 趁机赶紧爬起来喘口气 结果这个时候 那个叛徒又拿小刀来打源之 被前人老大弟弟龙眼 一脚踢倒在地 就知道用刀子 真是卑鄙小人 气得敏海给了他一拳 然后继续和源之打 这时 秦泽也上来了 目睹这场最终决战 源之和敏海都哭争着 两人都已经筋疲力尽 全靠自己的意志来打 但论钢铁一致 没人比得过源之 源之最后一波乱拳输出 终于打败了敏海 战斗结束 源之解开了头发 源之走到秦泽身边 两人搀扶着离开 前任老大的弟弟龙眼看着明海 以后我哥的梦想 我来背负 林南主人带着胜利返回 虽然遍体凌张 但这份荣耀 让他们能炫耀一辈子 此时 叛徒躲起来不敢去源之 源之招了招手 让他一起回家 之后的半个月 商养好了 也该毕业了 大家的毕业证出 都踢在林南的战力墙上 林南顶点GPS 下面是源之的名字 名字下面呢 贴着两张毕业证书 是源之和秦泽的 毕业了 源之还有一个心愿没有达成 那就是几百林田会 所有人都期待最终的结果 秦泽把所有的家当 都压在源之的身上 源之冲锋 一脚飞踢被挡下 又挥拳也被拦下 林田会一击中拳 打中了源之 源之找准一个空当 夺过了致命一击 中拳打在林田会的肚子上 然后对着脸就是一拳 林田会又进攻 源之闪过 又拳打中了林田会 林田会单腿下跪 两人竟然打了个平手 众人立刻欢呼 秦泽叫得最开心 紧接着源之又冲了上去 就像源之的人生 永远在冲锋的道路上 林南这些自由自在 不断冲锋的乌鸦 一定比龙中的鸟儿 更有幸福感 本片完 本片叫热血友高潇二 本期问题 你觉得源之和秦泽两位大佬 哪个更帅呢 觉得源之帅的 扣三个一 觉得秦泽帅的 扣三个二 觉得都帅的扣三个三 本片果然热血 看得伯乐都激动了 和之前讲的 我是大哥大佑一拼 那个片搞笑一些 这个片打斗 这种热血笑言却 多拍几就好了 之后伯乐会讲热血高潇三 大家记得来看哦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记得给伯乐长眼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收藏和转发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